四個大公道案在12月18號町長 但是有很多民眾有完會沙沙 不知道公道的內容以及跟組織有什麼密切的關聯 像是完參選人蔣祺均就在家裡 六里外東中心公辦公道的說明會 保重民眾組織的寬意 這次我們在家裡六里活動中心 辦公投說明會 就是因為很多中培到目前 還不知道這次公投的內容 所以在家裡 我阿君子 蔣祺均來辦第一頂的公投說明會 來跟大家中培來解說 今天小孩經過我們來賓的解說後 都非常的清楚 那中培也很高興 他說他們終於了解了 這次大家在那裡插 在那裡問的是什麼事情 他也很願意回去 分享出名隔壁 跟他們解說公投的內容是什麼 剛才說明會 無論是年輕人 還是才是中部的論境 跟清楚了解公道的內容 也真教大家參與投票的意願 這次的公投是要看什麼 其實我也不知道 來的才知道 吃到會去投嗎 看時間吧 對 因為好像也蠻急的 所以看到時候安排的時間有沒有空 在說明會的現場也讓民眾 了解公投沒有順利的問題 公投的結果 只有對台灣未來 產生什麼影響的問題 希望讓民眾 這會到處上負荷經貸利益的選擇 南天是無聊三 咖哩採訪報道 感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